捡家具做工艺 唐青帮助藏区孩子上学 唐青古物商店是台湾少见的 二手家具慈善商店 收入扣除房租等营运费用 全部都会拿去做膳食 我们这家店就是靠着我自己捡来 还有社区的民众 大家捐赠的二手家具跟物品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营运 能够是足够帮助在 偏远地方孩子的教育费用 他说的偏远地区是大陆的藏区 赞助的对象包括家境贫穷的儿童 以废弃学校为家的孩子 以及藏族中学的女生 牧养少年奇幻之旅 书中有一句话 当你真心诚意地想要完成一件事时 全世界的力量都会集合起来 帮助你 唐青古物商店的诞生 完全印证了这句话 有很多人来当职工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只要 愿意花时间去看看他自己的家里 就会发现我们有太多 用不到而闲置的物品 只要你有这样的物品 欢迎把这些东西捐过来 让他可以做更好的利用 甚至可以变成平允地区孩子最需要的学费 东新闻台北报道